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5月1號勞動節終於到了 跟當年日版1000萬下載 不同名義但內容當然是原汁原味 本次節慶活動 最重要的 除了梅林大哥哥的復刻萬 就是無課或微課玩家最大救贖的 42次星角色 四選一 對不起 四選一 四選一我還不掐爆他的脖子 雖然DA曾經做過了一支 1000萬下載的紀念影片 來告訴大家有什麼好選 不過時至今日 日版在後續也推出 各角色的目堅或強化任務 所以當時的內容還要稍微做一些修正 就讓我們看一下 有哪些角色變得更物超所值吧 當然也推薦配合著 第二次四星角色選擇的影片搭配著看 首先 當然是現在日版生態的絕對周回王者 巴薩卡蘭斯洛特 狂蘭斯原本殘破的NP率 和高段數的寶具 反而在術師將協助下大幅提升 原本要根據敵方直接調整的FGO周回策略 變得非常單一 而且可以維持住高加成 就這點上來講可以說毫無弱點 考量到之後還有一次自選的機會 只要把握這兩次 就可以穩穩入手寶二狂瀾 大幅提升遊戲體驗 當然啦 前提是你要抽得到術師將 另外如果你已經有寶二或寶三以上的掩護王 就暫時可以先緩緩沒有關係 再來同樣受惠於綠卡輔助的貓貓 阿塔蘭塔 相較於狂蘭斯能夠對應前職階 阿塔喵喵大多處理劍皇職的敵人為主 好處是靠著三回合NP率提升的三技 在面對狂職小兵時 能更加穩定的回收NP超過50達成連發 若是錯過了小黑的魔法少女活動 又缺乏強力的單體阿奇拉 那麼從底特律來的 Amya Orta黑A就是你的好選擇啦 在未來會寶具解放的黑A倍率大幅提升 僅寶一傷害就高達95500左右 與小黑的96000相差無幾 還附加80%機率減少敵方氣格 比藍傻還高 在藍卡隊中可說是稱職的輸出手 鎮到一提 寶五的黑A可打出43000 是全阿卡裡面不算特攻 和OC情況下傷害最高的 還贏過二姐的對男人傷害 最後一樣是在未來會寶解的 長大版龍娘卡蜜拉 不但寶具威力提升 還拿回了應有的女性特攻倍率 同樣在面對女性敵人 寶四的卡蜜拉 在傷害面來說就能贏過傑克寶一 嗯 看起來好像還好對吧 不過別忘了 現階段卡蜜拉的紅寶具 有萬惡的梅林作為輔助 只要一個英雄做成下去 就能讓同樣寶具等級的卡蜜拉 馬上反抄傑克 當然傑克還是有著強大的打心 跟未來的術師將做後盾 但要是缺乏單體殺 現在你又沒有兩儀式的話 卡蜜拉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結論來講還是建議大家優先去選自己喜歡的角色為主 畢竟我們都知道這是款愛 大於遊戲性的玩意兒 有個老公老婆放在隊伍裡面 看起來就是特別賞心悅目 外出工作的目標也額外明確 假設在有了老公老婆之後 狂蘭絲就有如讓你事半功倍的超級工具人 每天跟拉個女人出去賺的寶寶回家讓你養最愛的她 最後的最後 如果你還是很懷疑狂蘭絲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要不要抽高寶 麻煩看一下資訊卡的金閃記刷香周鬼你就知道了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點個訂閱按個讚打開小鈴鐺 可以的話也花個75塊每月支持下DA唷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小蘭你每次都是 啊啊啊啊 不然就是 誰にしようかな 還有誰 你現在還會派誰 說